来教你做一个适合宝宝吃的清蒸鲁鱼 顺便教你一个自制的刀法 这个刀法呢 可以先在其表面模拟走一遍 接下来在实际动手做起来 我的每一个作品 为什么都教的这么详细呢 其目的很简单 就是让你真心协会 如果你心情好 顺便点个小红星知识 感谢啰 缓辨向两边改刀 待会可以立起来 盘中垫豆腐撒点盐 这边我选用了韧豆腐 表面薄薄涂上一层油 这样蒸起来肉质洁白 不会干燥 来点葱姜主要是去腥 水烧开后蒸8分钟 顺便教你切一个蒸鱼的三丝 先准备一点生姜片 给宝宝吃的不要下辣椒 可以用胡萝卜代替 小葱 生姜 胡萝卜 这三种食材叠在一起切 真的很方便 这样切出来又细又均匀 关键是还不会切到手 泡水是为了让它卷起来更好看 也更新鲜 不容易干掉 鱼蒸完倒掉多余的汤汁 这个比较腥 顺着边缘黏上蒸鱼此油 撒上蒸鱼的三丝 一勺热油 让你口水往下流 每天教你做一道菜 关注我 说不定你哪天还真用得啥 这些火与 这些火与 所以我会负到 我也负到